詞曲 李宗盛 请大家掌声欢迎佐丹奴人力资源部苏惠兰经理及时尚设计学系吴可文老师 首先请时尚设计学系吴可文老师为我们的致辞 苏经理还有在座的各位老师跟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邀请到Jordano的人力资源部的经理苏惠兰经理来这边为我们做分享 那我们知道Jordano他是从香港起家的 那在台湾他现在也有202家 同学你们这样子的年龄层应该都有买做Jordano不管是这个上衣或是裤子或是帽子啊 Jordano他做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休闲用品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生命的原理这个主题呢 那我们请苏经理来为我们做一些分享 好请大家掌声鼓励 好大家早 早安 早 好我突然觉得好像在我们公司上课的感觉 因为人数不是很多 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因为是小班次嘛 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在这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半小时里面 会有一些需要你们跟我配合的活动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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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好可以 我现在等那个PPT似乎还没有好 那我先说一下好了 就是我的题目是寻找生命的原理 那大家已经很好奇 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题目 其实他是在这一个半小时呢 我其实要请来参加这个讲座的同学们跟我一起来思考三个问题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后续有另外两个问题要请大家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生命的原理 那所以我们要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那在这个演讲开始之前呢 各位是不是都是时尚设计科系的学生 是的请举手好吗 OK OK好 那其他不是这个非常勇敢坐在第三排的小美女 你告诉我你是什么科系 保健 保健科系 好 应该是这样说你们一二三年级就是有即将毕业的同学吗 有高年级的同学吗还是 有 有 OK好 好 不管你们现在几年级了 就是说如果你离开学校进入职场 其实你任何科系都跟服务业有关 认同吗 对 当同学说保健 保健你一定有服务的对象对不对 OK 那如果你是学服装设计或精工设计 你是不是也有服务的顾客 其实都跟服务有关 那服务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跟人际互动其实有很大的关联性 那奥大利克本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名人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要有漂亮的眼睛 请你多看别人身上的美好 如果你要有名人的双唇 请记得多说好话 那如果你要有一个优雅的身躯 请记得路上的行人不止你一位 最后一句能够理解吗 就是我们常会发现很多人就是走在路上插队啦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很不好的习惯 他就在路上随地丢垃圾啦 这些其实他都不是一个优雅的态度 那前面两个我们说要有漂亮的眼睛迷人的双唇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小小的活动 来体验一下这件事情 因为服务业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怎么跟人群做互动 那如果你是学设计系的 那更要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好 对不对 好 现在请大家请起立 然后找到一个伴 两个人两个人一组 好 如果没有办法凑成两个人 就三个人一组 来 来 快点 我们人员这么少空间那么大 你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地方 然后两个人两个人一组 加油 来找两个人两个人一组 找到伴的就站起来 站起来 大家请起立 站起来 没有找到伴的赶快去找一个伴 好 OK 找到伴了吗 那个还坐在椅子上的同学 我等一下要走过去喔 来 好 找到你的伴 都找到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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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那我们找两人两人一组呢 那头发比较长的是A 请A举手 头发比较长的是A 请A举手 好 OK 好 那头发比较短的是B 请B举手 好 不可以有落单的喔 就是如果你没有帮两个人 你至少你就三个人一组 来 这位帅哥 你没有伴对不对 后面有一个漂亮的女同学 赶快去找他 好 来看 好 那A现在的活动是这样 A先看着B 在他身上找三个优点称赞他 OK 然后等一下称赞完了呢 就换B 对A找三个优点称赞他 各位 这个是你们未来进入职场 要非常勇敢的 懂得表达 欣赏别人的优点 好 来 A先看着B 在他身上找三个优点称赞他 那B接受A的称赞的时候 要说什么 谢谢 不要说没有啦 哪里 我这里没有很快 这样都好 我要说谢谢就可以了 好 来开始 A对B说 找三个优点 好 同学要试着就咯 来 早餐的优点 好 同学要试着就咯 来 早餐的优点 这是优点吗 这是优点吗 好 那这个是三个人的 就另外一个人 在跟 就是其中一个人 在对第三个人说 好 来 换B对A说 好 开始 找三个优点 你先转移圈 让我找一下优点 这是优点吗 好 都称赞完了吗 OK 称赞完了 请坐下 好 征赞人 真心疼 好 都称赞完了吗 好各位 剛剛被別人找到你身上的三個優點 然後稱讚你感覺如何 開心嗎 開心嗎 OK 對 所以呢 我們要盡量看到別人身上的美好 這是一個開心的經驗 然後也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間彼此的距離 對不對 好 OK 好 那我們的檔案還沒開始 好 其實這次的這個講座呢 我們要談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什麼是你生命中的原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你人生中重要的選擇是什麼 那第三個問題是如何創造你的人生的幸福感 那這三個問題 為什麼我會選這樣三個問題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在Judano是負責人力資源 所以其實會有很多譬如說招募或者培訓相關 那我發現其實一個人在不管是你個人現在在學校的學習或者未來你進入職場 在職場在職場裡頭要有一個好的表現 其實你內在的心態的接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探討這個這三個問題 然後稍後呢會請大家思考一下 就是我究竟如何去尋找我的原理 然後我做的選擇是什麼 然後如果我要讓自己在這個生命中 或者創造自己的快樂跟別人的快樂 那我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幫助自己 所以這個是我們等一下三個問題 好 那我們在這個你知道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這樣說吧 好 人生總是會有意外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告訴我們就是如果發生意外的時候 你最好妖怪也有準備不然你會忘記你要講什麼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 嗯 憑我的印象來講吧 好 我是想讓同學可以看到 另外什麼東西 所以確定不行了是不是 確定不行 好 OK 好 沒關係 來 各位我先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什麼是你生命中的原理 那我為什麼會選這個主題 是因為其實在這個斯達摩大學 有一個教授他寫了一本書 就是你人生的最高的目標是什麼 那他這裡頭舉了一些例子 就是說當我們面對一些困難或者挫折的時候 你通常心裡的OS會出現一些字 或者是當你感受一些經驗非常幸福快樂的時候 你最後可能會有一個想法在你的腦袋裡產生 那那個關鍵字其實是會影響你在跟人的互動 或你自己如何在追求自己的時候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文字 那我看了那本書以後呢 我在我們的企業裡頭我辦了讀書會 那這個讀書會的形式是這樣 就是我請我的同事看了這一篇文章 有關於斯達摩大學的這個教授寫的這個書 書哉然後看了文章 那請他們去思考一下 從他的這個生活歷練或經驗背景裡面 他經常在遇到一些事情 最後能夠給他力量的那個關鍵字是什麼字 那我的進行方式非常有趣啊 我就是請每一個要參加讀書會的同學 請他們在小紙片上面寫下他的關鍵字 OK 然後就投入一個抽獎箱 好 然後的開始的時候我就抽 然後被抽到的同事就開始分享他的經驗 那我分享兩個故事好了 有一個同學他抽到他寫的這個關鍵字 叫做同理心 同理心 好 為什麼這個字會變成是他人生的原例跟關鍵字 是因為他是一個原住民 OK 那他的年紀就是他在學校的時候 因為他原住民的身分 因為他是在平體小學上課 那但是他的原住民的身分 他有時候講話的腔調 那個國語不是非常標準 所以他就有時候會受到同學的排擠 那甚至有時候會有霸凌的現象 那這個痛苦的經驗 有時候人面對這樣痛苦的經驗 可能會轉換成一個正面的力量 所以後來他發現他出職場以後 那個過程其實對他在小學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可是他後來慢慢發現 其實他學會同理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說在一個群體裡頭 有人的身分可能跟我不一樣 有人可能會有一些不管是身體或心理的殘缺 或者是他出生的狀況不同 以前在比較可能有時候我們看到有一些混血或外國的小孩 在小學裡面我們可能會覺得他跟我不大一樣 所以你可能會對他有一些其他的看法 那這個經驗對他來說他產生了一種力量 所以他在工作上面他就選擇了做教育訓練的這個工作 然後在這個工作裡頭他不斷去實踐所謂同理的這個概念跟想法 那這個同理心呢 所謂同理心就是我能夠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思考問題 那他從過去的那個小學被霸凌的那個經驗裡頭 最後他這個痛苦其實帶給他的經驗是 他可以理解為什麼別人覺得他不一樣 因為他的很多行為或關鍵或講話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他可以原諒對方 而不會在自己身上留下一個痛苦的烙印 所以這個是從他的過去經驗裡頭得到一個關鍵制 所以變成他現在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時候 他能夠用這樣的心情去面對所有的同事 或者是可能在相處上面有人際衝突的時候 他可以去面對 那另外一個同事呢 他的關鍵字叫愛 愛情的愛 我們在立場讀書會其實我們大家非常驚訝 因為他是我們的廣告企劃部的經理 廣告企劃部做什麼呢 他就是做Jelano的平面 壁面貼圖的設計 還有就是我們賣場的成立 比如衣服怎麼吊掛啊 Motor怎麼穿啊 然後你怎麼樣創造那個 顧客想要進來的氛圍 他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員工 然後呢 他從一般的基礎員工做到我們公司的這個廣告企劃部的經理 那他寫的關鍵字是愛 他告訴我們 他其實那天他告訴我們 其實他是同性戀者 他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說為什麼選愛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頭也同樣 他經歷了很多痛苦 因為家裡的人一開始都不認同 然後他跟他現在的戀人已經相處了10年 那但是因為台灣社會比較保守 前一陣子盧生寶的這個總理還跟他的辦這個結婚 還那個發布新聞有沒有 那台灣其實對於這件事情的認同度是低的 那他對於這個愛這個字會成為他生命的原理 是因為他後來父母最後接受了這件事 而且他男朋友現在經常去他們家 那基於的理由就是父母對他的愛 那他呢跟男朋友可以面對社會這個可能是眼光不一樣 或者是對一些事情的排斥 可是他們可以繼續走下去 或者他忠於自己的感情的這個事情 他的生命的原理就是愛 所以各位思考一下就是從你從小到現在 你有沒有一個生命的關鍵字 是當你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去浮現這個字 然後這個字可以給你理量 想一想這個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可能不同 我那個會之後就是大家出去 每個人都是紅著眼睛 然後種種的 總共三個小時出去 然後其他部門主管看到我就說 你剛剛那個訓話了嗎 是不是那個哲美的同事 每一個人出來眼眶都紅的 因為大家分享很多他的人生經驗 有的人分享公平 因為家裡可能重男輕女 那所以公平變成他人生的關鍵字 那有的人可能分享平衡 因為他發現生活跟工作需要平衡 然後很多可能在處理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必須要找到一個你人生的平衡點 所以他變成他人生的關鍵字 好 那各位 有沒有人願意跟我分享 你現在腦袋已經浮現出 你的關鍵字是什麼 有嗎 可能是一個你看了一場電影 你覺得那個過程非常感動 所以你形成了你心裡的烙印 或者你曾經跟家人相處的過程 你非常感動 那或者是你曾經有一個挫折 或一段不如意的經驗 所以你產生了一個關鍵字 支撐你在面對很多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有那個力量 有沒有這樣的 有沒有同學有這樣的關鍵字 戴眼睛的這位帥哥 你有關鍵字嗎 還沒有想到 有沒有人有想到 OK 好 來 可以大聲說嗎 責任 OK 非常好 可以跟我分享為什麼是責任嗎 我覺得不管在生命中遇到任何事情 就是如果你覺得東西對來說是重要的 然後就想要賦予 就是盡全力去做 那個東西就是你想要得到 並且是你的責任 一個希望 對 OK 好 非常棒 給這位同學掌聲一下 好 他會變成他人生的重要的指標跟目標 當他在做一件事 不管在年書或者以後出社會 他會覺得責任這件事情 就是他生命中的原理 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要試著去思考 什麼是你的核心價值 什麼是你生命中的原理 他可以幫助你面對很多事情 那這個關鍵字很多很多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那這個是我們上一次讀書會裡頭 有很多人做了這方面 像我先生的關鍵字叫快樂 所以他的人生所有的事情 就是以快不快樂為依歸 那他現在從事法律工作 那要不要接這個案子 他就覺得我開不開心 然後這個當事人接了 如果我不開心我就不接 OK 好 那這個就是他人生的關鍵字 好 那這個是關鍵字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的老師介紹我的中文名字 叫蘇慧蘭 我的英文名字叫Amy 所以你可以叫Amy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Amy的關鍵字是什麼 好 這是我的關鍵字 所以這個關鍵字的產生是因為 我其實不是一個很會念書的小孩 你知道我國中考高中 那個考兩年 然後高中考大學又考兩年 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不怎麼愛念正規 教科書的小孩 所以我很愛看其他的雜書 我國中的時候可能開始看 柏陽 李阿華 然後《紅龍夢》 然後《水浦傳》 就是那些書對我的吸引力 比教科書大很多 那這個是人生的選擇嘛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也很早就接觸一些 哲學或心理學的書 那所謂哲學是什麼 哲學就是生活的科學 所以很多學醫生的人要學哲學 學社會科學的人要學哲學 因為他其實就是生活的智慧 所以哲學裡頭說就是 愛好智慧就是哲學 所以哲學其實是非常簡單 沒那麼高深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智慧這兩個字很特別 大家知道聰明跟智慧的差異在哪裡嗎 你說這個人很聰明跟這個人很有智慧 你覺得他們的差異點在哪裡 現在要變成一個聰明的人 容易不容易? 容易對不對 比以前容易很多 因為網路的資訊實在太發達了 我要查一個人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背景 譬如說我今天在高鐵上 我就查了一下 Google查了一下亞洲大學 然後知道你們2000年建立 這個學校對不對 OK 你們的那個美術館是不是 是安藤忠雄幫你們設計建造 對不對 那這個有資訊其實你就容易 變成一個聰明的人 好 但是智慧這件事不太容易 OK 因為智慧是必須你在眾多的資訊裡頭 找到適合你自己 可以再放在你身上 所以智慧其實是一種選擇 所以在宗教上他說 所謂的智慧的人 就是知道因果的人 什麼意思 假設呢 我面對一件事情 在一開始原因發生的時候 我要做一個選擇是A或B 我就已經看到我選擇A 他的結果是什麼 我選擇B他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我們說智慧的人是知英國的人 他很清楚我做的這個選擇 到底合不合適 適不適合 這個在組織裡頭非常重要 當我們要做決策 要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除了你有聰明的專業以外 你必須要做抉擇 那這個抉擇要對自己好 也對團隊好 所以要有智慧 那智慧這兩個字呢 我們如果拆開這樣看 以哲學的精神來看智慧這兩個字 好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那個智 象形文字很有趣 智慧的智是不是 上面一個日是不是 日期的日對不對 然後上面一個什麼 智道的智 就是你每日要學習新的資訊 這個叫智 那會呢 大家看到 這是象形文字裡頭的 古時候的哨把是用竹子編的對不對 細細的那個竹子 然後綁成一圈 他就是一個哨把 所以上面其實是那個哨把的象形 OK 那中間這個呢 這個是手的象形 手拿哨把 旁邊的這個 這個地方延長 他就是手的象形 OK 所以我們要拿著哨把怎麼樣 把心掃一掃 所以就是當你每天學了一些新的智慧以後 你必須要去update 你舊的資訊是不是已經過時了 你才能夠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 然後你要去做一些可能習慣的調整 或者與時俱進去進步一些事情 然後成為一個知道什麼事情在這個時空背景 對你是有用的 所以如果我們常說雪海烏鴉回頭是岸 不是苦海烏鴉 是雪海烏鴉 就是學問的這個東西非常廣泛 你學了很多東西 回頭是岸是什麼 這個岸是指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你要很多運用 如果沒有運用 那個東西跟你 你學了所有的資訊 其實對你來說它都是平行線 它沒有任何的好處 所以這個是智慧 那如果用宗教的觀點 禪宗 從禪宗再看這個智慧 它怎麼看 它指的是每天每日保持一種知覺 知道的知識知覺就是正念 你每天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都在當下 好 各位當下這件事很重要 你唯有在當下 你如果把現在的當下過得很好 你就會有美好的回憶跟美好的未來 我們常常不在當下 尤其現在有手機 吃飯的時候滑手機 你有沒有吃出食物的美味 沒有 你沒有在當下 上課的時候呢 你就會想著這個下課 你不知道跟同學約在哪裡 然後要去看場電影 那電影到底好不好看 好 現在先搜尋 那你有沒有在當下 你也沒有在當下 所以其實人在當下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禪宗告訴我們就是 你每日要保持一種覺知在當下 然後那個會一樣就是 它是你拿著紹爸爸自己的心 這個心是指什麼 就是不必要的刮愛 就很多事情 譬如說你剛剛跟同學為了一件事情的爭執 吵了架 心情受影響對不對 然後接著你現在進入這個教室 在跟Amy有這樣的互動 但是你心裡還刮愛著剛剛的那個吵架 那就不是一個覺知的狀態 就不是一個智慧的狀態 因為在這個你們坐在這裡 這一個半小時或兩個小時 對你來說其實是浪費時間的 因為你並不在當下 好 那在當你們離開學校進入職場 其實這個當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專注把事情處理好 你的績效就會比較好 可是很多人其實沒有辦法在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智慧這兩個是很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那這也是我的原理 當我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會告訴自己 就是我們必須要不斷的進步 我今天來跟大家演講 其實我是拉著行李箱的 因為明天在東海大學有兩個 有兩天的演習的課程 那我自己因為是做人力資源 也要培訓 所以其實也必須不斷的追求新的資訊 去做這方面 希望能夠自己得到一些東西 也能夠給團隊有一些新的資訊分享 所以這個是我的原理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你人生中重大的選擇是什麼 好 各位請你們思考一下 你曾經做過的重大的選擇 你自己做的選擇 不是父母的要求 是你或者是其他朋友的那個 是你發自內心 你真正做過的選擇是什麼 想一想 想三個 OK 你曾經做過你自己覺得很棒 而且這重大的選擇是什麼 譬如說來念亞洲大學 有人笑了一下 好來 想三個 不要告訴我說 每天早上起床我挑了一件衣服穿 好 這不算重大的選擇 好 來 想一想 什麼是你人生 你曾經做過 你覺得很棒的三個重大的選擇 有人要跟我分享嗎 有沒有 好 如果你現在舉手 表示你也還在做一個重大的選擇 你選擇跟大家做分享 來 有嗎 假的就好 選擇這個科系 選擇這個科系很棒 來給這個同學掌聲 小燕士的科系 時尚樂器系 OK 好 當你這個選擇是自己的 在中間受到的辛苦跟斷裂 你就會心甘情願對不對 OK 好 這個是花美男嗎 好 來 告訴我 你的選擇 人生重要的選擇是什麼 選男朋友 選男朋友 OK 好 很棒啊 對不對 OK 選半重不重要 很重要 以我結婚18年的經驗 告訴你們真的很重要 好 好 來 來 再一位 高中的科系系自己選擇 2 E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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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覺得這個做了這個選擇 對你現在人生的經驗 你覺得有什麼好處 自我人生中 EU的最天風 好 OK 很好 好 來掌聲鼓勵一下 人是有自主意識的對不對 所以呢 扣和這個也是一個心理學家作家 他說一個人擁有最大的力量 就是選擇的力量 就是你可以選擇你要做什麼事 好 那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能講的都是具體的事件 那我這邊想要分享一個價值觀 這個跟你們未來如果要進入社會 其實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當然也是我在職場 我在職場大概28年 OK 好 非常久 那我做人力資源的經驗 其實也很久很久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有人開始來猜我的年齡 對不對 其實很好猜的 就是30歲結婚 結婚18年就知道我幾歲了 哇 好可怕喔 好 人生最重要的選擇 我的年紀可能有的 跟你的父母一樣大對不對 有可能 OK 因為我有一次去學校招生 然後那個學生跟我聊天 後來他就說 他只有Jerdano的很多主管看起來好像 我就說我們年資都很久 他說我們看起來好像還蠻年輕的 然後後來他就問我幾歲 我就跟他說 他就很大聲的說 你跟我媽同年耶 我就說你可以小聲一點 OK 好 人生最重要的選擇 其實有幾個部分 除了你們剛剛講的具體的事件 第一個 態度很重要 我覺得中國字有趣的地方 你們看 你們有沒有從來思考過 態度這兩個字 度是什麼 度量對不對 高 深 廣 態那個字是什麼 上面是能不能的能 下面是心 你的心決定你可以有多高多廣多深 面對事情的時候你怎麼想 所以當你的態度正確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對你來說是沒有侷限的 那人生當然會發生很多事情 那我們會發現很多人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當一件事情發生 因為你回應的選擇不同 所以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對不對 所以態度這件事情是現在所有的人力資源或公司裡頭 評量一個人未來有沒有發展性最重要的一個點 因為現在的學歷非常普遍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大學領考的時候 我們的錄取率只有30幾% 就是100個人去考只有30幾個人會上大學 那現在其實大學就是 所以學歷這件事情 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大學生 所以學歷已經變得不是那麼重要 它對企業來說最重要的是 你的人格跟態度如何 當你在面對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能不能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思考 好 有一個理論叫做黑格爾的微無邊症法 它就是一個鐘白理論 好 假設今天我出門下雨了 各位下雨是不是很煩 你們有沒有人騎摩托車上學的 有嗎 都沒有嗎 OK 好 假設你是一個騎摩托車上學的 像我們台北有很多同事 他在騎摩托車上學看到下雨 就覺得心情這樣沮喪對不對 就覺得好煩喔 又下雨 濕濕冷冷 我要穿雨衣 戴安全帽 等一下到那個公司就感覺很怕他 然後心情就不好 這是一種想法對不對 OK 但是台北有一陣子缺水缺得很嚴重 所以限水 如果你有另外一個想法 把你的鐘白擺過來 你要去想 像下雨對缺水的現象 是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對 那我就我們家就不在線水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件好事 這個黑格的微物辯證 幫助我們在做一個態度的選擇 有一個很好的訓練 就是當你思考一件事的時候 不要只思考一個方面 你必須要左右兩邊都思考 最後你會得到一個中和的 平衡的心情跟態度 所以如果當你遇到一件事情 它是不好的 你就要去思考 它可能也有好的一面 那同理可證 當你在做一個計畫的時候 你都想到美好 你就過於樂觀 你沒有考慮風險 所以你必須要同時考慮風險 所以你就會找到一個比較平衡的方式 去做問題的解決 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今年我的部門 我總共下面有二位同事 我今年走了四位同事 非常慘 因為當然有不同的原因 就是個人的因素 或者是說他個人的治安發展 那其中有做算薪水的同事 我們只有一個同事算薪水 整個組織 然後所以這個人不在了 就變成所有會算薪水的 只有any一個人 好 然後我有克服的同事也離職了 而且那個同事是非常重要的同事 要處理公司整個克服的問題 所以我就想 我就開始想完蛋了 那我也要接克服對不對 因為要重新培養 好 這個是一個非常沮喪的狀況 而且他們離職的時間都非常接近 那我怎麼樣評分這個感覺 我後來就會思考 因為我希望在我部門裡頭 提升一個中階主管上來 那其實本來舊的員工 年資都比較深 如果提升他上來 其實他會面臨的問題是 他必須要有能力 能夠帶你舊的員工 可是剛好這些舊的員工都離開 對他來說是不是一個契機 因為新員工進來他比較好掌握 而且我同時可以訓練他 去接觸這件事情 然後我教新員工的時候 順便可以教他 所以就培養他 那從今年三月到一直到目前為止 這一件事情本來是一個危機 可是到目前為止變成一個轉機 就是他也成功變成我的中階主管 公司接受了也盡聲 覺得他表現非常好 那新員工進來呢 因為他的努力 員工的狀況也很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面臨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狀態去應對他 他會影響你的決策跟你的關鍵行為 所以態度是一種選擇 認同嗎 OK 你發生一件事情你要思考一下 到底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他 好再來一個選擇是人際互動 你怎麼樣跟別人相處 好 一旦出社會 那個人際互動的關係 會跟學生時代其實不太一樣 我常覺得最真誠的友誼 都發生在學生時代 對嘛 你們現在可能還沒有這樣的感受 當你出社會以後 他裡頭又很多 就是可能你有上市下屬啊 有些不是像品輩這樣相處的模式 那可能有一些公司的文化是比較階級的 或者是他比較利益導向 那但是呢 我覺得人際互動裡頭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 做我做HR這麼久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要跟人的 跟對方的優點 要吸引對方用他的優點 來跟你相處 我們常說會有貴人跟小人對不對 OK 講一個故事 也許你們這是網路故事 也許你們有人看過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他很乖 他媽媽很喜歡買蛤蜊 回來就會煮蛤蜊湯 然後呢 媽媽結果他就會請媽媽 他就會幫忙媽忙就是去 蛤蜊要怎麼樣挑出 蛤蜊是壞掉的 用什麼方法你們知道嗎 敲一敲對不對 兩個蛤蜊敲一敲 那個聲音比較怪的就是壞掉對不對 好那這小女孩呢 就敲一敲敲一敲 欸他都會幫媽媽敲一敲 有一天他媽媽又買了一包蛤蜊回來 所以他他就一樣就幫媽媽敲一敲 結果他敲了發現 欸壞掉再敲壞掉 他敲了好幾個怎麼都壞掉 他就很生氣跟媽媽說 媽媽今天那個市場的伯伯騙你 他這些蛤蜊都是壞掉都臭掉的 他就說太過分了他很生氣 然後他媽媽就說是嗎 然後說他媽媽就拿著他敲的蛤蜊 然後再敲一下 然後後來媽媽就笑了 他說傻瓜 因為你拿到去敲的那顆蛤蜊是壞掉的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敲的每一顆都 你都覺得它是壞掉的 事實上是你手上拿來敲的這顆是壞掉的 好這有什麼隱喻就是當我們面對 人際互動關係 你發現為什麼你一直不順利的時候 其實不要只站在去看對方的 是對方的問題 有時候可能我們要檢討一下 是不是我們自己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在 你們現在如果有一些 譬如說在辦公室裡頭 其實你的習慣好不好這件事 雖然是非常微小的事情 它可能會影響你的晉升 跟你的專業能力不見得也有關係 很多高階主管會觀察 上一次我們香港的總裁來台灣 然後要請我們一些主管一起吃飯 然後這個香港總裁就私底下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跟我提到一件事情讓我非常驚訝 原來我的前一任的HR經理 我在Germano已經待十年多了 原來我的前一任的HR經理是這樣走的 他告訴我一個故事 他說有一天 因為他是香港人 香港人講話是不是有個腔調 講中文話有個腔調 他有一次在跟他們一起跟同事開會 那這裡頭的會議裡頭有一些小同事 或者是中間的業務的前線的區主任 好 然後他在講一個他在講話的過程 他有一句話香港腔很嚴重 結果現場那個 因為那個HR主管也是香港人 是一個女生 他就噗痴笑了很大聲 因為這老闆講了一個不太標準的國語 結果他就笑了一聲 就噗痴笑了一下 那其他同事看他笑就也跟著笑對不對 那其實這好像沒有什麼大不了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很多高階老闆會從平凡的事情裡頭看到不平凡 他看到的是什麼 他覺得一個HR的主管最重要的態度是什麼 同理心 意思就是說 他是香港人 所以他國語講不標準這件事情 其實是應該要被同理的對不對 那你比任何人都不應該嘲笑這樣的人嘛對不對 所以因為他笑出來 所以他這件事 他後來就想他在現場他都這樣 如果不是他在現場的話 那他在對同事會有一些狀況 他認為他不是一個泰式人 那當然這個只是一個導火線 還有其他的一些關鍵因素 讓他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人際互動裡頭 其實有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你怎麼樣用去思考 你自己在一些本習慣 或者團隊互動裡頭 你有沒有一些東西其實是不OK的 所以引發別人用他的缺點來跟你互動 我們最要緊的是團體生活裡頭 你必須要去同理體貼還有去注意 自己有沒有一些不應該的行為小節 是應該要調整的 因為高階主管或有一些人 他要選擇一個人來帶領一個團隊 他會非常注重這些小節 比如說大家同桌吃飯 你會不會不在意別人 自己覺得那一桌 那一排餐很好吃就拚命吃 你知道這也是一種觀察 去唱卡拉OK 有人非常愛唱卡拉OK對不對 麥克風永遠不離手 這也是一種觀察 大家不要覺得這件事情 是很細微的事情喔 它其實會影響你的深淺喔 跟你的專業不見得是那麼的 當然你的專業也要有專業 可是你的人際互動裡頭 你小小的習慣 其實都會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 OK 好 再來當者 企業裡頭非常講就當者 好 各位知道負責跟當者的差異嗎 不知道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找男生好了 OK 這是誰的佛珠 你可以借我嗎 好 來 男生離我最近的 就是你囉 來 紅衣男孩 來 我們來這邊 大家同學比較看得到 我們來解釋當者跟負責的差異 好 你在那裡 不動了 現在呢 我要把這個佛珠扔出去 他的責任是要接到這串佛珠 OK 好 我要扔喔 你要接喔 好不好 OK 好 來 OK 好 好 再來一次 一樣 我要扔 他要接 OK OK 好 掌聲鼓勵 我來解釋一下 各位 請問一下 我第一次針的時候 同學 你叫什麼名字 佑哲 OK 佑哲有沒有做出要接佛珠的動作 有嗎 他要往前跑對不對 好 各位 這個叫負責 他有那個動心 有那個意願 他做出了努力 他要去接這個佛珠 可是他有沒有接到 沒有 好 第二次 我再丟 他有沒有一樣做出要接 然後他有沒有那個動機 最後還沒有接到 有接到 好 這個叫當者 意思就是說 一個企業 你在做事的時候 負責是我去做的這件事 我把他完成了 可是他到底有沒有達到公司的 績效跟成果 不見得 你只是負責任的把這件事做完 可是當者的意思是 你不僅負責 而且你還把他成果做出來 你還達成績效 這個才叫當者 負責跟當者其實是有倉意的 所以不是把事情做完就好了 你必須要達到成果 因為公司是有利潤的 公司是要獲利的 公司是要對股東負責的 所以你們現在開始就要開始去想 就是你完成一個作業 教授或者老師請你們寫一個論文 寫一個報告 團隊一起互動 你不是只是在中間扮演一個做事的角色 你必須思考或怎麼樣做 才可以讓這個績效更好 當你有當者的概念 你在企業裡頭 你就會是一個角色 如果你只是想 反正我就每天上班 你一份薪水 我工作做了 那就要負責 叫當者 OK 這也是可以用選擇 很重要 好 最後一個是真誠 真誠很重要 真誠是讓你在這個 當然是面對自己 也是面對別人 你能不能非常地誠實跟誠懇 有赤子之心 然後因為通常這樣 你比較能夠在這個 自己的這個生命裡頭對自己負責 然後願意做自己 然後也可以給團隊有一些幫助 所以這個是我說的這個選擇的真理 好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後面的這個 好 現在希望國家非常提倡 所謂的全人素養 好 他指的是你的發展 東方人很注重專業腦袋的發展 其實是要深心自信念同時發展 好 各位來跟我們 我為了要讓你們對他印象深刻 可以站起來嗎 好 再一次站起來 我們活動一下 來 站起來 站起來 你知道在Jerano上課 通常不是學生坐在下面聽的 我們都要有一些互動 因為你的 我們要實踐所謂的身心自信念 身體要跟著學習一起來 OK 好 來 舉雙手給我 雙手 好 我說深的時候請拍你的大腿 好 開始深 OK 然後握拳 握拳 心 心在這裡嗎 有人用到右邊嗎 好 身心 好 智 比這裡 你的太陽穴 智 好 信念 信念 OK 再來一次喔 好 深 吸 智 信念 OK 好 請坐 好 各位我剛剛做的其實是 教育訓練裡頭的體驗教育 就是有時候要讓身體一起參與學習 你們在做時尚設計系 或者是做不管健康醫療或什麼 你們以後都有機會做簡報 人的感覺 視聽感 學習他會透過視聽感 視覺就是PPT嘛 然後聽覺就是講師的聲音 或者有時候播放一個錄影帶 或者是現場的音樂 那感覺是什麼 感覺就是用身體來感覺 去做一個實際的操練 或做一個遊戲去體驗 這個是教育訓練裡頭幫助大家學習 所以當大家做了剛剛的身心自信念之後 你就比較容易記住 全人數量他講的就是身心自信念 這幾個點 好 那在個人的部分 大家覺得身體指的是什麼 想像一下 健康 健康 健康也很重要 但通常要有個關鍵行為 才可以幫助你自己健康 習慣 很好 很接近 好 很接近 自律 要健康這件事是不是要很自律 譬如說你覺得你現在標準體重差了五公斤 所以你決定要減肥 那你心裡一直想著我要減肥 我要減肥 可是我照吃甜點 每天不運動 你覺得可以減肥嗎 不行嗎 好 所以身體要自律 就是要做自我管理 很重要 你要鍛鍊他 然後在組織裡頭他當然也表示 你在工作的時候你可以負責當者 然後自我要求 譬如說公司規定九點上班 你每天早上鬧鐘 七點響了以後就按下去說 再睡五分鐘 有沒有這種習慣 然後一睡 驚醒 遲到了 就沒有自律 對不對 好 所以身體講的是自律 好 心呢 熱情 各位 你有沒有熱情 什麼是熱情的感覺 OK 很好 有同學說追求某個東西讓你感覺 讓你感動 可是在追求的過程裡頭 你是不是其實會有痛苦 譬如說你要去慢跑 因為你要減肥 你要跑 現在馬拉松全馬是多少42公里對不對 好 你參加一個馬拉松 可能現在一開始你只能參加半馬 那這個過程跑一半的時候 你已經很想放棄了 可是你心裡有一個熱情 有一個願景 所以你會支撐你忍受這個痛苦 對不對 你們在學很多科系的時候 要做一個作品的時候 是不是要熬夜 有沒有痛苦 可是什麼東西可以支撐你繼續做下去 熱情 熱情 所以要保持自己的熱情這件事不是那麼容易 我做人力支援這麼多年 或者是比如說學校邀請我來演講 我也可以拒絕啊 可是有時候我會想一想 如果今天大家有緣分 雖然人不多 可是可見你們跟Amy是有緣分的 那也許在今天的兩個小時裡面 可以給你們一點點東西 或者你們給我的回饋也可以讓我瞭解 年輕人在想什麼 所以這就是緣分 也許我們走出這個教室 我們一輩子都不會再見面 有可能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兩個小時的緣分在這裡 所以因為想到這個 就會燃起我的熱情要做這件事情 OK 好 這是熱情 可以支撐你做什麼事情呢 好 志是什麼 專業願景 就是你有個夢想 然後你這個夢想你必須變成一個專業 有人 比如說我知道你們的時尚設計 好像有分一服服裝的設計跟精品方面 對不對 OK 那這個如果是你的專業願景 那你可能有一些技術上面要去實現 那你要去學習 所以你要實現你的專業願景 你必須搭配你的身心 志 最後是什麼 信念是什麼 在個人的部分是什麼 良知 好 良知指的是你做的這件事情 是對個人還有對團隊都是好的事情 用這樣的標準去檢視 好 那當你進入公司以後 在團隊裡頭你們選擇一家公司必須 第一個 在身體的部分在團隊他講的是什麼 結構 就是組織的結構 他有哪些部門 他做事的分工 流程 然後是不是適合你自己的 有的人很適合小型的個人工作室 有的人喜歡去大企業 因為他可能可以大企業裡頭 可以看到不同的組織文化流程 他可以學習很多不同的經驗 這個是團隊的身 團隊的心是什麼 合作關係 OK 好 就是能不能有一個很好融洽的合作關係 幫助這個團隊前進 志是什麼 在組織裡頭或公司裡頭就是策略 其實經營的學校要不要用到策略 要嘛 對不對 亞洲大學排名還不錯 對不對 我剛剛在那個小休息室裡頭牌 看到你們有去國外參加創意獎 得了很多金牌 銅牌 是不是 有沒有 有 不知道嗎 好 那譬如說辦這樣子的產業的交流 是不是也是一種策略 因為希望透過其他產業的 有一些經驗的人來跟大家分享 增加大家的知識或一些訊息 其實也是一種策略 所以團隊裡頭在意的是策略 好 最後一個信念講的是企業文化 各位如果你們要去選擇這家公司 你到底要不要去 企業文化這件事很重要 嗯 那我們從哪裡可以感受到 這家公司的企業文化 嗯 那就是你可以搜尋他官網 看看他的企業文化寫的是什麼 就這直接喔 簡單讓的企業文化叫Q-Kiss Q-Kiss 就是Quality 就是品質 Knowledge 知識 Innovation 創新 還有簡單化還有服務 所以縮寫叫做Q-Kiss 很可愛 好 那所以他就會變成是 我們在組織團隊裡頭運作裡頭的儀歸 就是我們做任何事 就是要講究品質 一次就要做對 既然一次就要做對 因為如果你要花很多次才做成一件事 是不是浪費時間跟人力成本 所以一次就要做對 就會衍生出我們要做的教育訓練 要非常的紮實 OK 那我們的知識就是 我們的企業文化是知識嘛 所以我們公司有所謂的學分子 就進到我們公司 你要修學分的跟學校一樣 因為希望同學能夠 就是希望同事能夠不斷的成長 好 然後再來就是創新簡單化 所以我們在做很多事務的流程上面 就會盡量簡單化 那這個就講企業文化 好 各位 文化這兩個字是這樣 就是你的經營理念 然後文 文是指你的經營理念 你的核心價值 化是什麼 教化跟宣導 它會形成一種氛圍 亞洲大學跟真理大學跟豐甲大學 文化一樣嗎 不一樣嗎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 你覺得亞洲大學的文化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校訓 你覺得亞洲大學是一個什麼樣的大學 好 你知道有時候發言需要一點勇氣 我麥克風已經在這裡了 好 同學 你知道最近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經常會有發言的機會 好 開放跟自由吧 開放跟自由吧 OK 認同嗎 你們是一個開放跟自由的學校嗎 他說他才進來一年 OK OK 所以有人皺著眉頭 所以你們覺得你們學校的校風 是非常的open mind嗎 非常經驗開放 就是鼓勵你們多一些資訊 然後也比較有彈性 是這樣嗎 我覺得你們學校還蠻有藝術氣息的 是不是 OK 好 慢慢去體驗一下 因為文化對一個人的薰陶 其實還蠻重要的 好 那這個是我們關於選擇的這個議題 好 我要快一點了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好 這個是一個心理學 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為什麼要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對我的幫助很大 有一個心理學的這個 他叫做推論階梯 什麼是推論階梯 我舉個例子 這裡有沒有同學已經有清車鑽照 都還沒有 有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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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後面的那位同學是不是 你有清車鑽照是不是 有嗎 有 你閨姓 你叫什麼名字 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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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我們舉個例子來讓你們理解 推論階梯的意思 佑玲 假設 這附近最大的醫院是哪一家 台中 喔 長青醫院 陳青醫院 好 假設呢佑玲她開車去陳青醫院 對 就那天呢 陳青醫院的停車場很滿 她繞了兩圈都沒有停車位 突然她看到有人離開有停車位 幽靈就非常開心 然後她就準備要停車 而且方向燈已經打了方向燈 那打了方向燈會開車的人都知道 你已經打了後面的方向燈 倒是你要停車嗎 突然殺出一個陳曜金 同學你叫什麼名字 江豪 對 江豪呢 這位江江先生 江豪先生就開車突然 Shut shut 就進去了 OK 在右營看起來 會做這種行為的人 你覺得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已經打方向燈囉 他明明知道我要停囉 他還想Shut shut 就進去了 你覺得他可能是什麼行為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覺得在你的經驗裡面 沒有禮貌的人 然後很自私的人 不長眼的人 OK 好 那你一定會有不好的感覺嗎 對這個人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右營就很生氣 就是開玩笑我已經打方向燈 而且我找車位找這麼久 這個人怎麼可以這麼沒有禮貌 就決定下車要跟他理論 很生氣 然後這時候江江開車門一下來 就對著他 我們這個是擬人版啦 不見得有這件事啦 開車下來就對著右營 跟他說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老婆快生了 就是老婆懷孕快生了 是不是很緊急 那這個時候 右營請問你 這個時候你本人對他很生氣 覺得他很沒禮貌 你瞬間會產生什麼樣的感覺 你能夠理解他嗎 可以 你甚至會幫他扶老婆進醫院吧 會嘛 對不對 台灣人最善良了 你就會做這件事對不對 好 我們從這件事來看 什麼叫推論解題 這個會對各位很有幫助喔 就是當你在跟人互動的時候 第一個 我們大腦的運作是這樣 一開始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一個畫面 一個經驗 我們會觀察然後輸入資訊嗎 接著會怎麼樣 過濾 因為我們長到這麼大 你一定有很多經驗 是你的嘗試或你專業的判斷 你就會過濾那個資訊 就是剛剛他刷進去 你就開始過濾這個資訊 這個行為代表什麼 你就會給他一個意義對不對 對不對 賦予意義嘛 就是他剛剛做的這個動作賦予意義 就會形成假設 這個人是沒有禮貌的人 是一個會搶人家車位的人 是一個不講道理的人 做出結論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做出剛剛的行動 有的為什麼很多人 會有這種行車糾紛 或者是你在職場上 常常會跟人產生衝突或爭執 其實是因為你用你過去成長的 經驗判斷去解讀別人的行為 所以你就會做出一個 你就會做出行為 那這個行為到底合不合理 其實是有在考慮的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裡會希望各位怎麼樣 當他說他開太快要生了 你是不是會調整你的看法 所以你就會又下來走下階梯 去過濾你對這件事情的認知 你突然又可以同理 原來他其實是因為老婆快生了 所以他很緊急 他做出不得已的選擇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他 可以 這個叫做心理學上面叫做推論解體 所以當有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不要那麼急著做判斷 要讓大家先沉澱一下 然後再去思考對方 為什麼會做出這件事情 可能有他的原因 所以在這個HR我們經常要跟員工面談 或者有些主管要跟員工面談 各位有機會以後可能也會變成一個leader 你可能在社團以後扮演一個leader的角色 或者你進一家公司 你可能一個專案的負責人都有可能 當你要跟人面談的時候 不要一開始就帶著自己的成見 馬上就去說一些話 最好的方式我都鼓勵那些主管們跟員工面談 先讓員工你丟問題讓員工先說 在這個過程裡頭你會調整你的看法 所以最後你會做出一個比較適切的回應 就做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有某個同學來跟你說 某個同學很糟糕 很生氣 他跟他吵架 然後講了他很多壞話 那你要不要因此立刻做出決定 去做出一些行為 馬上跑去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兩派人馬鬥勾有沒有 OK 其實有時候都是過於衝動 其實如果你懂得心理學上所謂的推論階題 你就知道其實很多事情你沉澱一下 或多收集一些資訊 你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好 所以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學習 或者不斷學習薪資 其實就是讓自己腦袋裡頭的情境跟base 可以比較多元 你不會只在一個框架裡面 那看書的好處或聽演講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你從這裡頭就學到別人的生活經驗 或處理事情的經驗 你不見得要自己生意寂靜 可是你卻學到了一些經驗 所以在你的臭屁裡頭有多一種選項 所以當發生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會只用你過去的經驗 去判斷這件事情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為什麼要看書 為什麼要上課 其實就是要從這裡頭去發現一些不同的可能 所以你就會有多元的選擇去做一個判斷 然後做出結論 OK 好 這個是推論階題跟大家分享 好 最後一個我們就談到 如何創造生命的幸福感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它是一個畫漿 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還蠻喜歡這個影片 看完我們再來探討這個問題 看完我們 阿姨哥哥哥哥哥手機 我現在在山西西裏面向探訪 我出現到一場我曾經過 有一個ade式的地方 那有一個牌子 我們不見得見 他們保重我們 告訴我自己的髮型 我不知道他是他為了 但是我還來下來 或許多質問他 他也想問他 那他為了我 告訴你 你的臭屁 它說到你的臭屁 with a little bit especially when i smile your jaw my mom told me i had a big jaw ẹ stalker for the samizai police department from 1995 to 22 work for the samizai police department from 1995 to 2011. I showed up to a place I had never been and there was a guy with a drafting board We couldn't see them, they couldn't see us Tell me about your hair I didn't know what he was doing But then I could tell after several questions that he was drawing me Tell me about your chin It kind of protrudes a little bit Especially when I smile Your jaw My mom told me I had a big jaw What would be your most prominent feature? Can I have a backgrounder face? The older I've gotten, the more freckled I've gotten I would say I have a pretty big forehead Once I get a sketch, I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n they leave I don't see it All I had been told before the sketch was to get friendly with this other woman, Chloe Today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bout a person you met earlier And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general questions about their face She was thin so you could see her cheekbones And her chin, it was a nice thin chin She had nice eyes, they lit up when she spoke She had blue eyes, very nice blue eyes He was not going to ask you some of the people who spoke This is the sketch that you helped me create And that's a sketch that somebody described about you So yeah that's That's And That's Tha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女生确实就说真的 其实不管女生或男生 我们很容易自我价值感低落 其实别人看你都不觉得有不好 可是我们就会很容易自我挑剔 所以组合幸福感的第一步 其实要自我接纳 要去找到自己美好的那一块 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瑕疵 比如说有的人就是 你不用去羡慕别人没有的 你应该不要去羡慕别人有的 应该要去思考自己拥有什么 比如说我可能身高就只有158 我干嘛去羡慕一个身高168的 然后觉得他很高跳身材很好 那我一辈子也不可能变成168 对不对 所以当然穿高一点的高跟鞋可以啦 可是我又觉得那样很辛苦 因为我不是一个爱穿高跟鞋的人 好 所以就不要勉强自己 所以多去看看自己美丽的那一部分 它会让你变得有自信 而且别人也会觉得你很容易相处 所以要接纳自己 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你觉得没有办法 我觉得突破有两种 第一个是你要能够去面对自己 可以有些东西其实是你可以进步的 你可以突破的 另外一种是你再怎么样 你都没有办法突破的部分 那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 这两者的差异在哪里 对吗 有些东西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突破的 有些东西是其实只要我努力 我是可以进步的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两点的差异点 然后去努力去改善自己觉得可以增进的地方 那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没有什么好创造的 就创造你自己 OK 好 其实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每一天起来 如果你今天所经历的事情 都有一个新的体验 然后你这个美好的体验 你可以用在你的生活上 其实你就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 好 这个是确实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分享 从你刚刚进来等你等一下出去 其实你已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不管这个内容 你们觉得有受不受用 可是至少在这里头 你得到了一点体验 所以你出去其实就产生了化学变化 他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 对不对 所以接纳自己很重要 好 那再来我们再来看幸福感另外一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要接纳自己 第二个特体分离 我很鼓励各位去买一本书 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有人看过吗 有人看过吗 OK好 那是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有三个三句头 一个是佛洛伊德 一个是荣格 一个就是阿德勒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 阿德勒这个心理学家 因为他是个体心理学家 他谈到一个部分 人的烦恼其实几乎都来自人机关系 对吧 OK 但是我们如果你第一步接纳自己 第二个就是课题分离 所谓课题分离就是 有很多人选科系 是因为他爸妈期待他选科系 选这个系 其实不是他喜欢的对不对 所以人生不应该 只在满足别人的期待 你应该要满足你对你自己的期待 你要去想清楚 除非你自己觉得你其实没有一定的选择 你觉得爸妈的这个建议也不错 那我就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还蛮心甘情愿的 那所以就OK 可是如果你其实做一件事情 你只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 那就不叫课题分离 你知道很多男女朋友为什么会分手 就是始终无法课题分离这件事 前阵子因为我有去上海帮上海的同事上课 那有加入WeChat 好那各位因为我除了平常上班 我有个嗜好就是学易经跟指挥斗数 好那就上海同事 我发现现在中国人还蛮爱算命的 就说你帮我看一下命盘 我最近跟男朋友吵架 我们的缘分是不是尽了 好那我就说 你可以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吵架吗 他说因为我男朋友都不来接我 我下班他都不来 没有温馨接送情 他说其他的同事就告诉我说 你男朋友这样是不及格的 他这样对你不是不够好 你看谁谁谁的男朋友 人家都会来接 然后你看他对你这么不好都不来接送 那我就问他一句话 我说这不用看命盘欸 我就说请问一下你没有男朋友的时候 你下班是怎么回家的 他说搭地铁 我说那为什么有男朋友了以后 就要搭他的车呢 他说可是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啊 好这就不叫客题分离 两个状况 第一个别人的男朋友搭车来载他 那是别人的事对不对 他有他相处的模式 为什么你跟男朋友相处的模式 一定要用世俗的眼光来定义 才叫做他爱你 对不对 第二个 你自己明明可以回家 为什么一定要他天天买街铭 对不对 OK 所以两个人要能够相处好 必须你自己要能够独立过得好 一定是两个独立都过得好的人在一起 才会幸福 对吗 对 好我以前不太懂这个道理 其实是年纪渐长 结婚比较多年要才开始 因为我先生是一个非常刻意分离的人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伴 他的朋友结婚 我虽然不认识他的朋友 参加婚礼是不是要结伴一起去 你们一定觉得这很正常对不对 我先生就说 可是那些人你都不认识 你去不是很无聊 你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去 我就说那你就是不想带我去喔 那你这个思考有问题喔 他说不是嘛 那你的同学大学同学我都不认识了 你参加婚礼我也不想去啊 因为我去很无聊啊 那我说去了几次就会认识啊 他说那我为什么要勉强自己 好 我一直都不能接受这件事 就是到后来这开始心理学看多了 或阿德勒的理论看多了 我发现其实真的是这样 必须给彼此一些空间 对不对 还有一些女生非常喜欢问 男朋友你到底爱不爱我 有没有照三餐问 对好那男生就觉得 爱了爱了爱了 OK这件事也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我也常问啦 那有一天我老公爱上厕所 就没关门嘛 然后我就经过早上要上班了 经过就突然又随口问了他一句说 那个老公你到底爱不爱我 然后他就叹了一口气 还有什么 老婆我问你一件事 我就说什么 他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值得被爱的女人吗 男生学着 请问我听到这句话以后 我会怎么说 我当然是啊 对不对 这么优秀 也没有长得不好看 那我当然说 我当然是一个值得被爱的女人 他说那就对了 那你为什么每天都要问我爱不爱你 除非你对自己没有信心 OK这件事就解决了 我们十多年来我常常问他 你到底爱不爱我这件事情 好所以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有时候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 第一个我们生活不是为了 满足某些人的期待 第二个 你自己也不要把你的期待 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才可以有一个好的相处 譬如说我这一次出来 除了今天的演讲 其实我明天两天要去东海大学 参加那个我就要离家三天 对不对 那平常假日我跟我先生 大概都会去可能做运动啦 或者是去看电影 那我也没有先跟他报备 我昨天才跟他说 我那个明天要离家三天 如果他不是一个课题分离的人 他就会说 蛤你怎么可以就这样离家三天 那如果我呢 担心他因此不开心 然后我就决定说算了 我也不要去亚洲大学 我也不要去东海 虽然那个机会那个上课 譬如说去东海这个宴席 我非常想去 可是呢 我为了要不要让我老公不开心 我就决定不去 请问我会不会 其实这样的情况多几次以后 我心里会不会有埋怨 会不会不舒服 会嘛 所以这个叫做课题分离 人跟人相处 其实很多时候要给彼此空间 你必须要学会独立跟 尊重别人的选择 那才能够长久走下去 这很重要 不管以后你们成为父母 小孩也是一样 你的未完的那个志愿 不要强加在小孩的身上 他喜欢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 只要他健康平安 而且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要求他 要照你自己的方式 还有人跟人的相处 有一点有一个谚语说 如果你没有瞎 请你不要用耳朵来判断我 什么意思 对不要只听谣言 或者同别人的嘴巴里头认识我 你要用眼睛来观察吗 还有很多男生或女生 就本来天生不会天言异语的 请用眼睛看看实际为你做什么 所以这个很重要 课题分离 好 最后一个 好 最终你会感到幸福感 是因为对他人有贡献 你做了一件事 你觉得对这个社会 我对他人有帮助 各位可能会讲 可是我到底要做什么 才会对他人有贡献 其实有时候你的存在本身 就对他人有贡献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像我父母 我父亲现在82岁 那他能够对我有什么贡献吗 对 因为他不是王永庆 他不能给我一大笔遗产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在这个工作领域 我做HR 我父亲也不是学这一行的 他有办法给我很多 我没有 可是我父亲本身的存在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他对我们有贡献 有 就是当我们聚在一起 然后我看到他身体健康 我带他去日本玩 然后我觉得他很开心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开心的事情 所以他的存在本身 就对我是有贡献的 其实你们也是 你们的存在 只要你健康 然后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对父母就是一个贡献 所以不要把贡献这件事想得太伟大 其实有时候你的存在 然后你把自己自理好 他就是对别人有贡献 那当然你进入公司以后 如果我觉得你们现在都还在一个阶段 要发展自己 其实人生最好的老师是谁 自己 人生最好的老师是自己 即使再好的老师告诉你一些道理 或者给你一些经验分享 如果你不把他当一回事 你不在你的生命中去体验的话 他不会变成你的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成功了 然后你的表现不错 然后你很幸福 其实最该感谢的人是谁 自己 当然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 可是最终所有这些事情 最要感谢的人是自己 OK 好 所以当你第一个先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你感谢你自己 你才发展 就像那个水 那杯子已经溢出来 你要爱自己 或喜欢自己到那个 就像那杯水 水溢出来 最后你可以分享给别人 照顾别人 所以首先一定要自己能够独立专业 然后能够照顾好 然后再来就是 那是一个台端 最后就是把你的能力分享给别人 然后帮助别人也能够成功 那你就会感觉到有幸福感 OK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到这里 OK 那谢谢大家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 还有几十时间 有半个小时吗 差不多了对不对 OK 好 有没有问题 关于HR的问题 或者其他跟这个演讲没有相关的 都可以提问 没有 OK 好 那就谢谢同学了 谢谢 那我们谢谢这个超级有智慧的 苏瑞兰经理今天来这里 那么多分享 那我们就制政 代表亚洲大学制政这一面 感谢John给苏经理 那同时付来一提的是呢 Jordano也是亚洲大学的签约的实习品牌厂商 所以说在暑假的时候 如果同学有兴趣到Jordano去实习的话 可以跟我联络 那我可以安排你们 就是跟经理面试的机会吗 应该是 好 因为在台中 那有我的office在台北 所以应该会有台中的业务主管 interview 那我必须跟大家说 Jordano还蛮严格的 如果你喜欢 好 就是你喜欢在职场上有比较多的体验 应该是说我的服务人员有 他可以学到的东西有以下几个面向 第一个当然就是 就是在销售服务上面的一个服务流程 再来就是陈列的技巧 就是你怎么样陈列会吸引顾客 那再来还有就是一些 当你经营一家店铺的时候 你可能会碰到的所有的店铺的管理 那你怎么样让整个店的运作是非常顺畅的 那我觉得他 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 进入职场前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是还蛮好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的 因为很多企业 尤其是服事业的 还蛮喜欢挖角Jordano的同事 因为我们教育训练做得比较扎实 所以就会变成我们是其他企业的 那个人才培养中心 好这一点我还蛮伤心的 就是要不断地培养人 但是其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跟老师报名 那我也非常欢迎大家 然后可以来跟Jordano一起 跟伙伴一起工作 OK 好再次的热烈的掌声 谢谢